亲爱的弟兄姐妹,大家好。 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,我在这里在洛达岛所体会的一些传教,传福音的一些经验,一些感受,一些技巧。 在这里比较是属于乡下的地区,在乡下的地区大家都互相认识。 所以主要传教方法不是要针对一些群体,因为如果有一个群体,他们没有邀请你到他们那里。 他们在海边吃饭,或者是他们在餐厅吃饭,或者是他们在外面玩。 他们不认识你,你也比较不好意思走过去找他们,给他们东西,或者是跟他们做朋友。 除非他们邀请你过来,他们对你好奇,偶尔会有这个情形。 但是,如果是碰到个人,那就不一样。 如果碰到个人,而且最好在一个他没有期待,一个陌生人出现的地区出现。 比如说在他们居住的地区,他们在那里看不到什么外国人,通常很少。 连外地的人也都看不到。 然后突然有一个外国人在那边走过来,就跟他们。 他们就很好奇,他们也比较一整天没吃做。 所以他们看到一个人也会愿意跟他讲,谈话,了解,他在那里做什么。 然后,你就可以跟他解释你是谁,你的背景,你是传福音。 他会愿意听。 我今天的这些介绍,基本上不只是要分享我自己所做的。 我也希望每一位也可以当传教士。 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,我也会建议凭信徒,他能够怎么做。 所以神父他传一个福桌,如果是在教会服侍的信徒,他也可以传这种的。 如果不是的话,我们在外面的那个地方传福音,我们最好也有比如一个T恤。 比较是特殊的,就是跟传教有关的。 或者是帽子。 就是需要有一点服装,人才会注意到,你比较不一样。 你可能是属于哪一个单位,或者是一个社群,或者你是什么样的人。 需要人对你产生一个好奇感。 然后透过这个,就会有一个机会。 你一定会带着,或需要带着一些传单,或是圣像,可以给他们。 他们当作一个经验品。 所以对他来说,他碰到你的这个机会,要变成一个有比较深刻印象的。 后面的是神的工作。 已经不用你担心,这个人会不会成为信徒。 这个已经交给神。 首先就是,我们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,碰到他。 我们会发现,自己尽量走。 比如我在这里开车,尽量到处出现。 神会刚好会让那些该跟你碰面的人跟你碰面。 这个非常莫名其妙。 你会认为你自己有的活动,都是你自己几点起来,几点出门的。 但是其实是神会莫名其妙安排。 你刚好在那个时候,下午4点38分。 你就在那个时候碰到,你在那个时候该碰到的人。 很奇妙。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太担心。 我们要担心的是,自己,碰到别人。 我们不带着其他的东西。 我们要忘记自己是谁。 我们要知道,我要谈跟基督相关的。 我要跟人做一个朋友。 我跟他要初步认识,往来交流。 当然是初步的朋友,不是真的朋友。 就是初步的一个信任感。 然后他会问你,可能你在传什么东西。 在这个时候,我们就尽量不要传自己的东西。 比如说我们对政治有什么样的立场。 我们对疫情,对打疫苗有什么立场。 我们对文化感,什么心绪等等。 这些我们都要统统忘掉。 因为这个会当作,一个人,他的印象会说, 哦,那这个人他特别喜欢什么,总统还是谁。 还是特别不喜欢。 那我们要,这个人就是记得。 哦,我碰过那个人。 他的一个任务,他到处走,传神的道。 我的印象就是这个样子。 他可能过了一阵子,会回想这个。 然后他会觉得,那我在做什么? 我那个浪费自己的生命。 有一些人在那边传福音。 那我应该至少要开福音看一下。 我要祈祷,祷告一下。 所以那个时刻他回来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。 但是他就是回来。 所以,那些自己想要谈的主题。 你如果是喜欢讲话的那种个性。 你就是不要。 你要多听。 他要讲的主题,那当然我们就多谈。 我们,对,现在在这里发生什么事。 你们这里的状况等等。 那个他自己感兴趣的。 你要愿意配合他,谈一谈。 那也可以进一步了解, 现在他们在在乎的一些什么东西。 然后,所以,那最理想。 如果有两个人,你还有一个人。 你们可以互相参考。 一些做法,一些反省。 这样子也比较不会有一个孤单, 或是一个自我那种封闭的感觉。 也不会太难过。 如果人不要你,不要听你。 你不会那么难过。 你还有其他的人支持你。 所以耶稣他也派遣门徒也是两个两个。 两个以上都很好。 然后,如果你是内向那种个性。 你就是需要突破你的内向。 而且需要开心。 开心什么? 你就是需要开心。 你如果生活不开心。 你如果整个的心情很不好很差。 最好不要走出去传福音。 所以这些就是。 因为大部分的人不开心。 大部分的你会碰到的人。 他孤独。 他不开心。 他有一堆问题。 然后他那种自我封闭。 所以他碰到你的时候。 他的印象就是一个积极的人。 但是你的开心要是自然的开心。 不是那种表演。 然后我们要记得神会在我们背后。 所以我们其实走出去传福音。 其实不是我们自己。 其实神会跟我们一起。 所以我们不要特别担心。 这个人他不听我。 那个人听我。 所以有一些人你带个招呼。 已经不错。 已经不错。 你要有一个感觉。 这个人你该走进去。 这个人打招呼就可以了。 已经不错了。 所以这个需要一种体会。 然后也需要有几个基本的。 一个你初步的要讲的话。 比如说我在这里。 我在这里会说。 你好,我是俄罗斯来的神父。 所以有两个讯息。 我是神父。 所以这个跟教会有关。 我是俄罗斯来的。 表示我是外国人。 我来到你们这里。 我是一个对我来讲。 所以。 接下来。 人接受这个两个讯息。 以后可以再补一下说。 是正教神父。 或者我们传正教会。 正教信仰。 基督正教。 这句话说。 Orthodox。 要这句话出现。 Orthodox。 什么是Orthodox。 有些人知道。 有些人不知道。 如果他什么都不问。 看他愿不愿意继续。 他愿意继续。 你可以就是。 就变得轻松一点。 就是我会说。 这是我第一次来你们罗德岛。 我第一次来这里。 他说。 欢迎欢迎。 那已经有开始了。 然后之后就看会怎么样谈。 有一些人会跟你谈。 有一些人会说。 好。 谢谢。 我会想一想。 当然有一些人根本不要接。 你的那个传单。 所以。 没有关系。 不要难过。 我们就是继续。 所以。 我刚才说。 那些主题。 你要谈的主题。 你要想一想。 比如说。 第二世纪。 那些殉道者。 他们到处去传福音。 他们会不会讲。 你现在要讲的主题。 如果你现在要讲。 工厂主义好不好。 或者是不定总统好。 那些他们会讲吗? 这个可能你很在乎。 但是。 对基督来说。 这个根本不重要。 对人的灵魂。 救恩根本不重要。 所以。 如果那些殉道者。 初期要。 不会讲那个主题。 你也不要讲。 对方要提。 那我们就跟他谈。 保罗说。 我为任何什么人就变成什么。 那个人是外教人。 我就好像外教人。 但是。 忠于神。 不变成外教人。 但是。 要跟他建立一个。 一个。 一个。 沟通。 呃。 然后。 呃。 所以。 一般人。 特别是在乡下。 他。 要。 新闻。 他要的是什么。 他要一些新闻。 因为没有事发生。 所以。 他都会好奇。 发生了什么事。 呃。 他还需要。 他要交流。 现在的社会。 每个人都是自己在电脑。 在那个。 呃。 脸书里面。 在那边。 他。 很缺乏实际的往来。 跟人的往来。 为什么人家这么喜欢脸书。 它是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替代品。 一个验品。 一个。 不真实的。 因为在那边。 好友。 他不是真的朋友。 那些人都不在乎。 你怎样。 他会按你的赞。 但是其实大部分。 连都没有看过你。 所以你明天。 因为整个人死掉了。 嗯。 几乎都不会管。 呃。 呃。 不会在乎。 呃。 所以。 因为这样子脸书。 呃。 人。 他很喜欢。 因为他要获得。 他所缺乏的。 那个人。 但是他一直都不能满足。 所以一直做。 一直做。 可以好几个小时在那里。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。 所以。 他碰到了你。 你在那里出现。 要跟他。 呃。 开口。 讲话。 走出去。 呃。 他很高兴。 呃。 所以要自己突破这个。 有不少人。 有心理。 呃。 心理上的障碍。 呃。 我们就是要突破这个。 自我牺牲。 那个。 叫出去。 献给人。 所以不要怕什么。 不要担心什么。 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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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接受。 呃。 那些在呃。 外面施工。 比如说那些师傅。 他大部分会比较。 比较愿意接受。 他可能没有时间。 但是他。 会。 会开心。 有人。 要跟他。 接触。 或者是。 呃。 那个。 割草的。 或是。 反正就是在外面。 呃。 施工的人。 你不要觉得。 太太忙。 我不要找到他。 没有关系。 你走出来。 跟他打招呼。 他注意你。 你就可以。 靠近他。 给他。 传单。 介绍你是谁。 呃。 然后。 当然。 如果。 呃。 可以进入一个。 呃。 群体。 比如说。 真的做。 当地的。 当地的朋友。 跟。 交朋友。 他。 带你到。 他们。 一些。 聚集在一起的那些地方。 介绍你跟别人。 那个是最好的。 但是。 呃。 呃。 就没办法。 对。 你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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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。 然后。 你会在一些。 很奇怪的地方。 做。 呃。 呃。 还必须讲的一点。 就是。 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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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。 早上到晚上一直做同样的东西。 因为我们会疯掉。 我们会有心理上的压力。 所以需要大概抓。 呃。 我一天的时间一半。 我奉献在传福音这方面。 一半。 在做。 就是走一走。 嗯。 对。 看风景。 录影片。 我会录影片。 呃。 这个。 看一些地方。 嗯。 呃。 参与。 一些一些一些聚会。 呃。 就是要稍微。 就是放自然一点。 不要不要太勉强。 太勉强会。 心理上有有太大的压力。 你可能会会承受不了。 之后会有很大的一个反感。 所以还是需要呃。 呃。 不要太急。 不要太急。 太急迫。 呃。 但是我真的建议就是呃。 呃。 一个信徒。 就是不要觉得我不配合。 我没有这个本分。 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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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建议就是大概一集。 比如说夏天。 三个月。 选两三个礼拜。 专门做福传。 这个会帮助你一种自我认定。 我是基督徒。 我在为神做工。 或者是一周一天。 我专门奉献。 在那个传福音方面。 我就是那一天。 礼拜五。 礼拜六。 还是那一天。 我就是到处走。 这么的传福音。 不一定要在异国。 才可以在自己的国家。 呃。 呃。 或者是呃。 两周一次的周末。 比如说有一个周末。 朝六朝天。 我在外面传福音。 一个周末我在家里。 呃。 做别的事情。 反正就是这种规律性的。 一个传福音。 一个作息。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。 这个是也是在这里的。 一个一个体会。 一个心得。 请各位呃。 培养这种呃。 勇气。 然后。 就是找。 你能够怎么传福音。 有什么样的传福音的机会。 然后。 嗯。 就心理准备一下。 然后勇敢的去做。 不要。 不要担心。 不要怕。 需要助战。 祝福。 需要向一个神父。 或者是呃。 呃。 主教。 最好神父。 或主教。 给你一个祝福。 说。 哦。 我认为你可以的。 祝福你。 你要怎么做。 这样做。 好的。 你好好去做吧。 这个会。 会。 会。 需要。 就不会变成骄傲。 也。 也不会那种。 呃。 做错事。 因为我们做错了。 变成是自己。 呃。 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一个阻碍。 一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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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住神的一个人。 不是帮助人走走走走走到神那里。 呃。 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做。 好好的做。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方式。 但是我们做了以后才会知道哪些有用哪些没有用。 要要继续积极的去做。 祝福大家。 神与你们同在。 感谢观看